来到比利时已经有两周了 我认为这是一个奇特又疯狂的经历 来到比利时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探索布鲁塞尔 我非常喜欢原子塔 接着我去了布鲁日 因为我知道我的另外五个中国朋友也在那里 他们为我做了可口的午餐来迎接我们 最后我来到了科特莱克住进了White House 我认为它十分古老并带有花园 甚至像一个古堡 我很喜欢住在这里 因为在中国我从来没有住过这样子的房子 第二天我们探索了科特莱克 中午我们吃了披萨 第三天我去了studio 并见到了我的同学们 虽然他们都比我年轻 但是看起来十分成熟 以前我认为西方人都很开放 但是现在我发现 其实他们有些也很羞涩 为了互相了解 我们去借了自行车 并进行了一个自行车的旅行 晚上我和我的buddy们一起喝了酒 我的buddy Elaine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女孩 第四天 How West举行了一个活动 我们坐在草地上一起聊天 我和一个西班牙男孩 和一个荷兰男孩一起聊天 有趣的是这个荷兰男孩 他曾经是一个伊朗王子 然后我们去Noy House买了一些巧克力 我们还去了一个书店 这个书店的拥有者十分的友好 因为我的朋友可以自由定价 他想买的书 第五天 我去了布鲁日 和我的同学们一起 布鲁日的建筑十分的美丽 因为它和中国非常不一样 下午我吃了比利时的薯条 他们非常的可口 晚上 我和我的同学们一起玩了卡片 并且喝了一些白酒 在比利时的第一周十分的充实 因为我每天都和不同的人 有不同的活动